欢迎再次观看900新闻 中国当地时间12月23日中午11点 当地官方媒体《阳城晚报》在其官方微博发文提到 12月19日自传建筑职业技术训言宝贝处发布情况通报 19日中午有女生向楼洞宿管员反应 当日凌晨五男生通过爬树飞入九号女生公益 偷拿衣物进入女生寝室偷窥 被发现后逃离保卫处警排查确认 涉事人员为涂抹工程系男生杨某 20日学院将杨某交辖期派出所已接受调查 学院全力配合警方侦办此案 并根据警方侦办结果严肃处理 并扑上一则司法现场监控视频 视频中显示 从凌晨1点47分45秒开始 卫生穿休闲装的男子快速走到一棵树下 三两下攀爬上树 通过树的高枝进入一栋建筑阳台 然后进入房内针对以上网友评论 人民政府洪天高校 去2019年5月 学校官网显示 学院由德阳、成都清改江两个校区 设有13个教学系 一个教学部开设60科 登科学院由教职工1254 由全日制学生17462人 继续教育学生1402人 而以上事件是发生在德阳校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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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